回来关心的是 这次陈水扁吴淑珍判刑定业 但是呢 曾经被诊断可能会猝死的吴淑珍 到底他生理状况能不能坐牢 当然外界很关切 而名嘴黄月随他透露说 这是黄瑞静讲的 吴淑珍已经写好了遗书 因为他认为一旦关进去就出不来 所以先把后事交代 至于这个内容黄月随便没有说明 不扁办的秘书江志明说 应该是遗嘱不是遗书 因为吴淑珍担心服刑的时候 可能会遭到搜查 所以先把用口头把一些事情交代清楚 而江志明也表示说 吴淑珍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 用台语说 就是身体已经这样 尽菜啦 放好它去啦